山东青岛 于德祥带领的技术团队 马上要测试新一代超级快充装备 负载参数设置好了吗 电压530 电流入完设置完成 连接负载准备充电 开始充电 随着电压和电流的加大 充电功率开始持续攀升 三分钟之后 功率接近风值320千瓦 在这台大功率充电机的设计上 于德祥团队采用了全新的液冷系统 相比风冷散热 拥有更强的冷却效果 它随着温度越高 它的液冷的循环速度越高 它就会把温度带出去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 它充电的安全性 新一代超级充电装备 顺利通过测试 这意味着 搭载新一代超级充电装备 电动汽车充电50度 续航400公里的时间 将被史无前例地缩短到10分钟内 这样的充电速度 已经接近汽车加油的体验 电池和充电技术的快速升级 将极大家速电动汽车的普及 然而新的难题也将接踵而来 充电装的无需充电 解决不了规模化 电动汽车发展区 比如说在一个小区里 100台车同时回到这个小区里 采用充电装的无需充电 这个电网就瞬间就爆掉了 于德祥团队的方案 是用充电网代替传统充电装 从而实现有序充电 一个厂区内的所有充电终端 都与能源路由器连接 系统根据厂区的实时用电负荷 对汽车的充电顺序进行管理 从而避免集中充电 对电网带来的冲击 充电桩其实就是把电 充到车里的一个物理插头 插上就充电 而在充电网的话 什么时候充你说了不算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要 车上剩余的电量 和电网的富裕的电量 做一个有序的充电和方便 过去六年的时间里 余德祥团队将这套方案复制推广 已经构建起一张 覆盖全国350多个城市 超过33万2000个充电终端的 充电网络 不仅如此 在这个数据链接 和能源交互的新型工业互联网中 余德祥团队加入了实时监测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充电过程中对电池进行体检 采集到的充电数据 会实时推送到平台上 同历史大数据做分析比对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 立即停止充电 从而最大程度保障充电安全 这被认为是迎接 未来电动汽车 大规模应用的 理想充电方案之一 而工程师余德祥的梦想 是为电动汽车的拥有者 提供更全面的能源解决方案 每一台电动汽车 大概50度电到80度电 一天大概也就跑过50公路 用不到10度电 也就说70%的电是没有用的 恰恰我们利用了 这70%的电 可以和电网之间和能源之间 实现这种协同的调度 帮助电网实现一同天网 让电网更安全 余德祥的梦想能否实现 今天即将进行的测试至关重要 参与测试的36辆电动汽车 和充电终端 已经全部完成了V2G技术升级 这意味着这些电动汽车可以像充电宝一样 既能通过充电设备对自身充电 也可以反向放电 现在立即启动36台车的充电 测试开始 总功率达到了979千瓦 电动汽车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余德祥今天的目标 是让36辆原本仅拥有充电需求的电动汽车 同时向局域电网反向放电 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 立即转到放电的模式 一旦测试成功 意味着电动汽车的拥有者就可以在电网富裕时充电 电网紧张时放电 在享受出行便利的同时 还可以享受能源互联的福利 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 开油车是需要花钱的 但是开电动汽车有可能会挣起 在家里头三毛钱把你的车充满电 兼风电价的时候到一块二毛钱 你可以把车上的电放出来 卖给电网 不仅如此 这项技术还可以让充电网 链接到能源网 如果全国有360万辆车 这些车都参与到低谱充电 高风放电 对于平衡电网保证电网的安全 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此时36辆电动汽车持续放电 已经将园区电网供电负荷的顺时功率 从538千瓦降低到89千瓦 近80%的负荷功率 由电动汽车放电提供 AI摄像头利用图像识别 红外测温等技术 可以对参与测试的设备 进行实时监控 那看来放电功率 已经达到了401千瓦 调风能够占到总负荷上的 30%以上 测试通过 在余德祥心中 关于电动时代的未来场景 正一步步向人类走进 未来电动汽车大规模发展 通过充电网的链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移动储能网 不仅可以实现光伏 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充分销纳 同时 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 也将助力中国加速实现碳中和 然而实现这一切 必须依靠一张 滇强且智能的超级电网 提供电力输送 苏通地下管网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巡检 这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输送容量最大的地下输电系统 正在将总输电容量高达1500万千瓦的电能送入城市 城市输电 要求是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用更小的空间输送更多的电能 传统架空线路 占用空间太大 地下电缆承受电压等级又太低 这里采用的新型输电技术 将载留导体安装在金属管道内 注入绝缘性能远远优于空气的高压六幅化流气体 利用地下空间 让城市稀有的土地得到节省 并且完成大容量的电能输送 这被认为是全世界解决城市输电问题的优选方案 而中国工程师还在努力 让这种线路占用的空间变得更小 技术上要做更大的颠覆式的一种创新 要想办法能不能把三根导体 放在一个箱子里 能不能大胆试一下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内 陈小林的团队正在寻找突破空间极限的办法 陈小林的方案是把三根导体 装入一个管道内 取代原来三根导体 各放一个管道的设计 占用空间由此减小了近三分之一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当大电流通过时 三根导体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电动力 排斥的力量相当于两颗手雷在瞬间爆炸 这对绝缘支撑件的强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绝缘支撑件是封闭输电设备最关键的部件 直接影响到线路的安全运行 工程师们正在制作全新设计的三支撑绝缘件 还养树枝和氧化铝填料的混合 必须在真空条件下 一旦混入任何微小杂质 产生一丝细小的气孔 都可能引发线路故障 导致城市大面积停电 胶筑 加温 固化 脱模 再固化 陈晓琳相信 即将诞生的绝缘件具有超高的强度 正是出场前 她必须经历一次严苛的测试 工程师们正在将全新的三支撑绝缘件 装进封闭输电管道 组装完成后被送至实验大厅 在这里她将接受超高压电气性能测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